氣溫逐漸上升 而腸病毒也開始進入流行期 病毒越來越活躍 根據疾管局最新的統計 今年到四月九號為止 腸病毒的重症確定病例 全國二十四例 另外各縣市 因為腸病毒停課的班級數 也比往年還要明顯增加了 台北市衛生局就表示 近三週校園腸病毒通報數 明顯的增加 是去年同期的八倍以上 另外停課班級累計八十一班次 為去年同期的二十點二五倍 而新北市今年已經有一百二十個班級 暫時停課 跟去年同期 只有六班相比 可以見到腸病毒來勢洶洶 有專家學者預估 今年腸病毒七十一型的活躍度 會比前兩年都還要高 提醒家長一定要提高解決